主料,面粉500克,水300克,辅量,酵母5克,腌一小勺,准备面粉,将发酵粉用温水化开,搅拌均匀,倒入面粉中,用筷子搅成面碎,合成面团,盖锅该首次发酵,将发酵好的面团进行排气,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,揉成馒头形状,上锅蒸,20分钟出锅,烹饪技巧, 入锅前一定要二次信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